这个里面其实还蛮容易的 第几位 但是在Python里面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写程式 所以我在云端上有跟各位讲 这边的话至少会有三种方法可以完成 所以在云端第二单元 第一个是Round 第二个的话是Person 第三个就是用Format 不过这种Person的方法 比较像以前写Java 写J++都会有这种Person 但是这个方法慢慢 Python不建议了 他比较建议用Format 所以我们就干脆 后面只要讲到格式的话 我们就用Format来做 那Format要怎么做 而且Format很重要 为什么一直强调 因为后面有很多地方都一定会用到它 如果你不会用到它的话 那你很多地方 你的那个资料呈现就会很麻烦 那我来讲一下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呢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能够在这边 刚刚是用Round的 可是我今天不要Round的话 假设我把Round的Delete掉 这边也Delete掉 把它恢复成原状 这个时候就有小数点了 可是如果我不要小数点的话 我该怎么做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放BMI的位置 请注意 你要先在你要格式的地方 先放个大瓜糊 所以它放的位置一定是在 冒号后面这些东西 就是你要输出到小店第二个那些数字 到放行这边 所以记得它的规则是 第一个先放大瓜糊 请你把大瓜糊里面放一个 移到中间 放一个冒号 OK 它一定会有这些东西 大瓜糊冒号 然后后面的话 请你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请你输入点 2F 小F 点2F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顾名是吧 点1F就第一位 OK 看你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F的话指的是辅点 就是小数点 当然如果顾名是以后 如果你是整数的话 那就D 如果文字的话就S 如果你不确定什么东西 你就放个大瓜糊就好了 这样也可以 OK 我们现在取到小店第二位 所以大瓜糊冒号 点2F 接下来的话 请你在这个字串的结尾 结尾的话在这里来 双语号 打一个什么点 format 就是针对这个字串里面的大瓜糊那个部分做格式化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点format 打一个format 然后呢 小瓜糊给它 后面的话 你需要带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你要放的资料 那个资料叫什么 就BMI 放在瓜糊里面 那它其实结果很简单 主要是把这个BMI 帮你把它丢到大瓜糊里面 然后它就全部呈现出来了 以后如果说你有很多个大瓜糊 你就后面逗点 第一个变数 逗点 第二个变数 逗点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丢到那个格式里面 所以这个当然目前用一个变数 其实看起来没有很明显 那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 你会发现还蛮好用的 OK 好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就是把那个刚刚run的 改成format 那format的规则 记得 就是大瓜糊 放在字串里面 然后后面加点format 哪一个变数给它 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看一下结果要不OK 我一样输入刚刚的那个变数 那个65公斤 然后175 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结果应该会跟刚刚run的结果会一样 不过最大不一样的是 BMI里面的值 没有经过run 它其实没有试舍录 只是表面上看到是 到21.22 如果后面还有小准 它会帮你保留 它其实没有真正的试舍录 只是表面上格式 帮你改成这样子的状态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这个format的未来还会遇到蛮多的